景剑告诉凤冉 早在吴同林他便知晓了凤冉身世 他以为他离凤冉足够远 吴幻便不会伤害凤冉 可如今他只后悔没有将这一切早点告诉目光 眼见凤冉支撑不住了 景剑只拼尽一切破了混元之阵 紧紧地抱住了凤冉 凤冉在混元之阵待得过久 他纵然出了混元之阵 却也支撑不住 后池来到苍穹之境 只见漫天的萤火绕着白绝 白绝知晓后池已经来了 只暗中传信给古君 古君未来 后池便已到了白绝面前 他想知晓清暮是否还在 白绝再次对后池冷言冷语 景昭笑后池如今也能尝到被心爱之人抛弃的滋味 而他便是名正言顺嫁给了心爱之人 听着景昭的心爱之人 后池只冷讽出声 只怕景昭压根就不爱 只是不想输给一个永远赢不了的人而已 后池的话激怒了景昭 景昭出手打了后池一巴掌 吴幻更是出手伤后池 后池的簪子掉落 白绝一看便想起了清暮与后池之间的波网 吴幻紧抓着后池不放 白绝见不得后池受苦 却因着吴幻的试探只能一忍再忍 幸亏古君及时来到 古君欲为了后池跟吴幻交手 白绝从中拦下 让古君带着后池回清池宫 后池不愿回清池宫 他当初既是嫁给了清暮 如今白绝想娶他人 他想从白绝的手中要得一封修书 白绝不愿意写下修书 却为了后池不得不违心写下修书 断了他跟后池的情义 得此修书 后池也心灰意冷 决定随古君回清池宫 此事已罢了 吴幻却不肯善罢甘休 天公重兵围着后池 天启前来护后池 他让白绝取消今日的婚事 也提醒着吴幻月迷之死 他与吴幻之间的仗来日再算 今日白绝取紧招 如后池 将来上古知晓此事定会无法原谅白绝 天启也见不得后池与上古受辱 白绝欲瞒下上古复活之事 只称天启胡言乱语 与天启交其手来 天启一直将本源之力化为紫月 供妖族之人修炼 如今天启忽然收回紫月 对妖族之人的修炼折损严重 可天启故不得其他 只一心灭了仙族 为上古迎回颜面 二人交手之时 后池上前拦下二人 可吴幻却暗中出手伤了后池 他伤的后池灵脉禁断 哪怕是祖神在世 也难以扭转他的生死 天启欲拼尽一切性命护后池 今日无患伤后池至此 若后池有个好歹 他必血洗天功 让无患偿命 古君知晓后池如今灵脉禁断 天启就不了后池 故他将后池的真正绅士告知 他一介交龙又如何是后池的父神 报了一下后池之后 古君当着众仙众神的 面对后池行真神跪拜之力 混沌之节那日 他得到了上古一丝本源之力 他用了万年时间滋养至今 就连白绝都不知此事 今日他便将这本源之力 跟一并尊容都还给上古 只求上古觉醒之后 能妥善安置他的女儿后池 善待他肚子里的孩子 话落 古君取出体内的本源之力 后池生生恳求古君不要行此之事 他已经没有倾目了 万不可再失去古君 可古君执意救后池 只取出本源之力 隐落于后池的面前 古君用自己的命换了后池一线生机 上古的混沌本源觉醒 白绝与天启之小 后池的身体承载不了混沌本源 只让他将混沌本源逼出 后池落泪不止 他看着白绝一字一句道 白绝因一己私利扼杀了青木与百玄 纵然天宫断他灵脉 这所有的不共戴天之仇 他一定会亲手向白绝讨回 他本想一生只为一人女 一生只为一人妻 一生只为一人母 却不想天宫与白绝逼他至今 继三界不容他 他便逆了这三界 话落 后池换出本源之力 他召回了原本属于他的古地剑 亲手将剑刺入白绝体内 取回古地剑时 后池告诉白绝 今日恩怨 一笔勾销 从此以后二人再无羁绊 仅见知晓苍穹之境出世 他一人之力无法拦下天宫的重兵 只独自来到罗刹的假传军令 将天宫重兵引至罗刹之地 穷仓之境内 吴幻想杀了后池 目光拦下吴幻 恰好这时罗刹之地的战鼓响起 目光派紧招率兵前往罗刹地驻守 而他也问起吴幻关于月迷之事 吴幻并未多解释 只跟目光不欢而散 天启抱着失去意识的后池回妖界 并让子涵前去寻凤然 后池醒来后 他感觉到自己腹中的孩子即将降世 他将孩子托于天启 天启欲救后池 他将紫月用于后池身上 意识之间神力消耗过多白的头发 罗刹禁帝 妖族之人皆因紫月被收而修为大俭 这时景阳还带重兵来到罗刹地 罗刹地并非森羽与长庆能守 森羽却上前挡着锦阳 让长庆先行离开 长庆不肯设森羽离开 只自爆妖丹护着森羽 护着妖族之兵 正在这时 景阵前来拦下锦阳 他坦诚中古是他所敲 只让锦阳退兵 不要逼他出手与锦阳敌对 吴幻回到殿中大发脾气 他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魔力 更是恨目光满口人意道德 如今上古还未完全觉醒 天启的真神之力也未恢复 他决定趁此时间对二人赶尽杀绝 妖界内元气大伤 森羽更是因紫月的突然抽离而死 森羽将所有的一切过错归于天启 御反了天启 长庆希望森羽冷静 天启是妖族的根基 若在此他们同是操歌 必会被仙族趁虚而入 小离鼓动森羽反了天启 他挑拨离间 森羽听了小离之话 不顾长庆劝说 陆气冲冲来到紫月圈 紫涵守在紫月圈外 他得知森羽因失去紫月力量而死 有些意外 认为其中定有蹊跷 也到日后天启必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众妖本是神色有所松动 小离再度挑拨离间 紫涵生气对小离对了手 森羽因此带领着众人欲杀天启 夺紫月 后池醒来 他将孩子交给了天启 天启为孩子取名为元启 看着眼前的孩子 后池只称往后孩子若是问起亲生父母 便说他父亲是北海上君轻木 一生谨守自己的挚爱和正义 他母亲后池一生幸福 有三五知己好友 义得父神和他丈夫宠爱 一生无忧无虑 话落 后池的本源逐渐消散 他知晓自己即将不复存在 能作为上古的觉醒之躯 他虽有怨 却也感到三生有幸 没有辜负古君为他争来的上神之名 紫涵以自己的本源之力担保 百年内天启必能还众妖修为 众人这才愿意罢休 不曾想 这时景阳来到了妖界 他本是一介仙君无须放在眼里 可景阳手中却有着魔族之物是神花 是神花令妖族之人元气大伤 小黎伤在了是神花手下 虽一想取内单救小黎 可小黎却先一步断气 正在这时 天启外出户妖族 妖族只有他能赴 别人没门 天启刚救了后池 他的神力空虚 眼见天启挡不住是神花 白绝及时赶到 就下了妖族 妖族虽被救 可子涵中毒太深 他活不久了 心底里却深深担忧着天启日后没人照顾 也让天启替他完成他刚应下的百年之约 先是月迷 现在是子涵 天启眼看着自己最爱之人一个个死去 他出声答应子涵 日后他定不会再任性妄为 凤染遇待后池离开 可途中却遇到了凤女 眼见凤女要为难二人 三手火龙出来解了二人之困 称他如今以效忠白绝 此次正是白绝受益让他前来解围 白绝此举凤染并不领情 只独自带着后池离开 大殿上白绝称日后妖族归入苍穹之境麾下 他让目光百年兼住森羽恢复妖族实力 目光并无异议 白绝提起了锦阳的罪行 目光也大为震惊 问其锦阳何来是神花 锦阳手中的是神花是从吴幻那里得来的 他本想供出吴幻 目光却维护吴幻故意引下此事 求白绝不杀锦阳 众先皆为锦阳就求情 白绝也只罚了锦阳二十道天雷 关禁必百年 青池宫内 妾也是为了上谷 苍穹之境 锦阳与白绝坦明了他知晓白绝答应婚事是为了上谷或者后持 他别的不求 只想徒尊龙二字 见锦阳坦诚了 白绝也应应锦阳 他只要守己安分 他便不会驱锦阳出苍穹之境 白绝取走了上谷九幽之后的记忆 不希望上谷知晓混沌之节 盼着上谷平安一生 另一边的天宫中 吴幻前来见目光 目光质问岂是神花的来由 吴幻并未否认是神花是他从九幽带出来的 他之所以带出是神花是想要杀的天启 而当年月迷确实是他所杀的 他瞒了这个秘密六万年 目光对于吴幻的话十分震惊 吴幻辩解称他是误杀的月迷 并非心存刻意 而他这些年一直挑起先妖分战也是为了守护这个秘密 他之所以不告诉目光是不想连累到目光 二人夫妻六万载 目光何其忍心看到吴幻受罚 哪怕是神是大罪 可目光认为吴幻并非心存刻意 殊不知吴幻心中并非存有悔意 他只想着继续修炼魔器 成为三界之主 天启前来见白绝 白绝将所有的事情都一并告知天启 二人轮番为上古扮演恶人以身复节 如今白绝已练成了混沌之力 他认为自己是必死之人 这才对后吃冷漠相对 不愿给他多余的希望 除此外 白绝与天启也知晓了吴幻坠魔一事 只不过吴幻在天宫六万年已久 他根基身后 二人不愿意打草惊蛇 只暗中提防着吴幻 白绝为了元启的安全着想 让元启随着天启留在青池宫 转眼间百年已过 天启已长成一个小男孩 天启带大的孩子 终归是多了些调皮捣蛋 而上古也苏醒过来 古地剑感受到上古气息映照而来 却被鬼惊的元启拆成了几块研究 时隔六万年 上古苏醒过来 记忆却停留在了九幽 他问起天启关于白绝之事 天启将混沌之节解除 神界关闭一事告诉上古 他瞒住了月迷跟古君之死 直到他们留在神界助治阳打理事务 而元启则是白绝与凡仙女子友的孩子 但白绝将孩子抛弃了 与吴幻的女儿紧招成了婚 一切切事情都变化得太快 令上古不知所措 元启跟天启讨要武器 天启宠溺元启 却在这件事情上没答应他 只撑不出几年元启必会拥有一件 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法器 令众人忌惮不得 这才将元启哄开心了 看着元启的嘴馋模样 天启也无奈起身 准备去给元启做糖葫芦 吴幻百年间一直吸收煞气 他的魔力增长不少 凤女依旧为吴幻收集煞气 只不过百年了 凤族不少又凤从壳中降世 凤女想回吴童林料理重建凤族之事 吴幻虽嘴上答应了凤女 却在凤女不被之时将魔器侵入他体内 凡罪魔者 无论生死 接受他所号令 上古醒来已有些时日 他一心想见白绝 这日和鬼精的元启达成共识 二人深夜夜叹了一回苍穹之境 元启按照天启吩咐的隐藏了自己的混沌之力 上古带着元启一同前来偷窥白绝 二人在屋檐上偷窥白绝沐浴之时 元启故意将上古推向白绝面前 二人六万年中得相见 却彼此之间透露着身份质感 从玉池出来后 上古问起了元启之事 白绝只对元启做不管不顾模样 引得上古颇为不满 白绝在上古眼中 俨然成了一个不负责任 抛弃弃子的形象 白绝却并未辩解半分 只让上古无视不要再来苍穹之境 让上古失望不已 带着元启回了青池宫 青池宫中 白绝偷溜进青池宫给上古送东西 天启摇头轻叹 生怕白绝长久下来会惊动无患 他已分明决定好了断情 却还是舍不得放下来 看着白绝的痴情模样 天启还是让白绝暗中见了上古一面 青池宫流传起神界的八卦 多半是天启的丑事 纵然将这些丑事说与天启听 天启只又秀又气 他查清八卦来源 一一过问了青池宫众人 让众人不得再传这些八卦 因着这次八卦 天启再度想起神界之事 只不过心中唏嘘 六万年了 他也怀念着当年的神界 天宫中 吴幻为目光端来穷江 东华寿宴将至 吴幻想以自己千年灵力滋养 廖望山作为鹤里 目光心疼吴幻 这百年来吴幻未出天宫 故目光让吴幻带他前往廖望山 参加东华寿宴 之后 吴幻前来见景阳 景阳当年因是神花被伐二十道天雷 却并未将此事归咎于吴幻 且这百年他的心境已经发现改变 他只愿先妖两族能和平共处 他练就的一身本事能够不派上用场 景阵与凤然二人情投意合 早已芳心暗许 上古苏醒 景阵前来拜见上古 上古已从天启那得知了凤燕与吴熙是吴幻所杀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当年竟看错了吴幻 因此也对吴幻之子没有几分好感 景阵也看好景阵 上古与景阵交谈几句也发现了景阵确实是好的 景阵离开后 纵然提起了东华的寿宴 天启不同意二人前去廖望山 只不过兵不厌诈 上古和其了解天启的性子 他与元启联合起来框着天启 让天启无奈之下受不了二人的软磨硬泡 让二人钻了出去前往廖望山 廖望山内 吴幻与景昭前来参加寿宴 吴幻问起了景昭如今的处境 景昭直到他如今已不再活得如履薄冰 反倒逍遥自在 经过这百年 他也明白了自己能得的只是尊荣 故也不再对白爵或者轻木抱有幻想 另一边 上古带着元启来到廖望山的竹屋 他看着这破败的竹屋 不由得想起当年他跟白爵的过往 而元启始终对白爵心有隔音 记恨着白爵这百年来的抛弃 六万载光阴 上古重新回到旧地 却早已误视人非 廖望山的闲善等先君议论起了 吴幻跟景昭的虚荣驾驶 二人一来瞭望山便想取山中修炼之人 专饮的泉水当水喝 闲善虽颇为不满 还是带了仙娥前去取仙泉 不曾想 元启正好在仙泉边小姐 小仙娥交不了差 他气急败坏 元启向来是知错就改 他得知这并非普通仙泉 非但主动认了错 更是怨随仙娥前去向吴幻跟景昭认错 仙娥带着元启来到吴幻面前 这些年元启经常去苍穹致敬 他认得景昭 也与景昭关系不目 吴幻得知元启是后吃与轻木的孩子 只出手打了元启一巴掌 欲教训元启 幸亏尚古及时赶到 尚古身为三界主神 他受了在场众人一败 更是让众人退下 单独留下了吴幻一人 尚古从吴幻的口中得知了后吃此人 他问起吴幻关于凤燕和吴熙之事 吴幻并不承认自己所作之事 反将一切都推给了丹凤长老 结束了六万年前的主仆情义 且他向吴幻下令 他不愿再见到吴幻 他日神界重开 吴幻不得踏入神界半步 结束了吴幻之事 尚古前来寿宴上寻缘起 他将自己无聊时修炼的杜结丹 作为贺礼送给了东华 此丹可助东华飞升成神君 且他有一开神界 他日若东华飞升成神 可到朝圣殿一座 景昭前来拜见尚古 尚古根本不把景昭天公公主的身份 放在眼里 只称景昭根本无资格前来拜见他 正在这时 吴幻也来到寿宴 尚古当众打回吴幻一巴掌 为元祈讨回了公道 元祈回到青池宫 将廖望山的一切都告诉天启 天启早已看吴幻不顺眼多年 如今听到吴幻当众颜面扫地 只心里觉得十分解气 从廖望山回来 尚古也问起了后持此人 天启敷衍过去 尚古也只决定情心修炼 尽快重开神界 并让元祈帮他盯着天启 有任何风吹草动前来向他汇报 暮光得知尚古已苏醒十分高兴 他为了让尚古勤心修炼 决定不去掏劳尚古 随后 暮光问起凤女下落 无数仙君近日来都死于非命 一切都与凤女有所关联 吴幻却称他并不知凤女下落 暮光决定前往苍穹之界一趟 让吴幻有凤女下落尽快告知 暮光走后 吴幻命凤女速去罗刹地 他需要有更多的煞气修炼成魔 好分化瓦解三大真神 缘起将天启偷溜出青池宫的事情告诉尚古 尚古一路跟随 见到了天启跟白绝待在一起 天启还将他的古地剑交给了白绝 二人谈着尚古之事 天启将紧招泄露后持之事告诉白绝 且他让白绝悟必要多拒绝尚古 已决了尚古的念想 白绝心中自分寸 只出声应下 之后 尚古前来寻古地剑 却被白绝发现 白绝再次赶着尚古离开苍穹之境 他与尚古的缘分早在六万年前已尽 若尚古想再续前缘 他不介意陪着尚古众梦回一次 看着白绝这副轻薄模样 尚古之恶心的离开 却意外遇到了三手火龙 见三手火龙这副谄媚模样 尚古只觉得此人与白绝如今没什么两样 目光与森宇前来苍穹之境议事 二人意见不合 白绝知晓尚古还留在苍穹之境 只召来武基 办了一场宴席 与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议事 武基的动静确实是引起了尚古的注意 尚古肚子也有些饿了 他换变成三手火龙前去参加宴席 在宴席上听到目光与森宇之间 都收买了三手火龙闹出的冲突矛盾 他还是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让目光一行人先行退下 众人退下后 尚古前去敬了白绝一杯酒 见白绝身上有剑伤 尚古猜测到了这一件事缘起的母亲所赐 在久悠的千年内 尚古一直想念着白绝 可他却不曾想 白绝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他对白绝的喜欢都是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 如今也因为白绝一分一分消散 看着尚古逐渐远去的身影 白绝落下泪来 只心底难过 吴幻赵锦招来天宫 得知白绝因料望山之事 罚了锦招一年禁闭 他咬着牙告诉锦招 苍穹之境已经没有了锦招的立足之地 他们不应该将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 而是要主宰在自己手上 他想要助锦招成为苍穹之境的主人 尚古欲离开苍穹之境 锦招前来见尚古 他希望尚古不要再踏入苍穹之境 还他一席之地 而他愿意将青木与厚持的故事告诉尚古 尚古不受锦招所挟 三手火龙也连忙将锦招之事告诉白绝 白绝匆忙前来见尚古 将青木与厚持之事告诉尚古 白绝口口声声称青木与厚持不贵一介凡区 他对二人丝毫没有愧疚感 只让尚古加紧修炼 不要再因这段无关紧要的往事伤神 见白绝如此不念旧情 对袁齐也没有半分疼爱感 尚古心灰意冷 彻底对白绝死心 殊不知 这些年来白绝一直默默守护着尚古 也多次伴着凤然的模样陪着袁齐完 他默默承认着一切 只为了尚古能够平安一生 尚古回到青池宫 他虽知晓古君已为了后持命运 却还是问起了古君的下落 天启并没有说出真相 尚古落下泪水 他已经猜测到了天启告诉他的都是善意的谎言 只怕怨迷也已经不在了 看着尚古落泪 袁齐出身安慰 尚古心有默契般的说出了后持离开前 让天启转告给袁齐的话 也让袁齐多给白绝一些时间 待白绝心中的解解开字会来找袁齐 后持生袁齐之时 他的神识在这副躯体内 他愿意做袁齐的娘亲 袁齐听此 只哭着扑向尚古怀中 叫了一声娘亲 无患的魔力大成 待杜杰成功便能飞升成魔君 只见天空披下一道道天雷 无患上前渡雷结 白绝已查到了天象异动 东华与目光也提起了九幽异动之事 且他查阅出若是修成至神之巅 是可以隐秘周身魔气 目光不由地想起了无患 这才知道无患早已坠魔 这么多年来无患并未改过自新 妖族多年来一直休养生息 森宇想取长庆为妖后 长庆并未立即应下此事 只抽回手决定再想想 正在这时 景剑与凤染前来妖界劝森宇退兵 森宇与景剑已经成为多年好友 见景剑与凤染如今情意正浓 森宇不由地向景剑讨教 仙族内出现仙兵灵脉枯竭而亡的尸身 景剑相信森宇定不会做出此事 此时正值退兵当口 景剑不由地怀疑起了无患 他匆忙回天宫禀报 目光脸色凝重 他怀疑起诛杀仙兵之人是魔族 二人弹至一半 无患来到二人面前 二人只好指住话题 无患时隔六万年亲自下厨 本该是一家人其乐融融之相 景剑却因对吴幻有心结而提前离开 目光在饭桌上故意提起了天兵将士受害之事 景阳对妖族向来没好感 他怀疑是妖族做的 目光质问其景招为何没上报九优异象 经此百年 景招的性子更为临盛 未等景招出言 目光已经揭开一切真相 所有的一切都是吴幻做的 他今日不愿意再袒护着吴幻 吴幻承认了一切事情 只不过他的魔气大增 目光根本不是吴幻对手 景阳想护着目光 却被吴幻打晕 吴幻露出真面目 他对目光出手 并让景招去杀了白绝 他现在的魔力能与真神相较量 只要白绝一死 他便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三界也该由他来主宰 妖族本想退兵 仙族却因三名将士之死而再遇再发兵 景剑决定从中周旋 尽量不让两族开战 冤灵沼泽之中 天启一边喝酒一边想着乐迷 将自己所有的心事说与乐迷听 明仅拥着天启 趁着天启不被知识出手 杀了天启 天启乃水之真神 他一死天便显现出异象 入秋的天暴雨不止 远在青石宫的上古也心中一阵不安 苍穹之境内 白绝探得魔神将士 他决定将苍穹之境的灵物用来抵御魔神 故让景昭离开苍穹之境 景昭听从白绝的话 想与白绝饮一杯鉴别酒 却在酒中下了毒 白绝出世 三界内漫天飞雪 大地成兵必是真火之力溃散 白绝本源是火 上古心中暗教不好 只怕白绝出世了 苍穹之境释放出无尽魔器 巨妖番落入凤女之手 凤女利用巨妖番引起先妖两族巨大浩劫 长庆与森宇共同抵挡魔器 森宇也不慎中了魔器 森宇中了魔器 他心智被蒙蔽 欲自杀谢罪 长庆提醒森宇是妖皇的身份 让森宇坚持下去 森宇看着如今的局面 深知唯有兵解之法才能解此难 另一边 上古来到苍穹之境见吴幻 吴幻的坠魔令上古大为失望 他如今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小神士 如今与主仆两人再度相见 只一心想要赢过上古 故吴幻扔下了白绝的太苍枪 正是挑衅上古 上古乃混沌主神 他身负三界使命 今日他不管吴幻有何原因坠魔 于公于私他都无法放过吴幻 吴幻如今已经解决了天气与白绝 区区一个上古他并不放在眼里 不曾想 白绝与天气却在这时赶到 原来二人早已经识破了吴幻的计谋 天气喝了白绝背下的练习之酒 演的这出戏便是为了尽快解决吴幻 罗刹阵地 仙族两族均被魔器所笼罩 凤语带来吴幻的命令 他请颈剑离开此地 保全自身 见此 颈剑便知晓吴幻便是九幽今日诞生的新魔神 他让凤染帮他护震 开启了仙震 仙震只能支撑一阵子 巨妖帆却一直吸收着中仙妖的煞气 颈剑不得已 只好以身护震 为仙妖两族挡下了阵阵魔器 摧毁了凤你的巨妖帆 颈剑以身护震奄奄一息 他手中一直紧钻着凤染的另语 凤染这才知晓颈剑是他幼时救过的小男孩 面对着颈剑的仙世 凤染痛苦落泪 也因此激发了体内的能量 涅槃重生成为凤凰 天气 上古与白绝共同对抗吴幻 吴幻却依旧是在必得 没有致阳 三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只见天地间都阴云密布 魔器吞噬了整个苍穹之境 天气 上古与白绝拼尽全力抵挡 白绝更是画出了轻木 四人联手对付吴幻 吴幻处心几率终是一败 他败下阵来 白了头发 吴幻虽败 他却猜到了上古的复活与混沌之节有关 他笑白绝处心几率为上古着想 但上古来日得知真相必会后悔终生 心若死了 活永久又有何用 凤凰出世 上古来到凤然身边 凤然求上古救警戒 上古摇头 警戒用的是兵解之法 仙人和妖君用了此法都会魂魄俱毁 不能往生轮回 纵然是上古也无能为力 三界之中 凤然再也寻不到警戒了 警戒的死同样令吴幻大感难过 终究是自己的孩子 吴幻将怒气都洒在凤然身上 认为一切都是凤然所害 他恳求上古救警戒 上古无能为力 看着眼前可悲的吴幻 白绝只认为一切也该真相大白了 天宫中 白绝让吴幻承认当年冤灵沼泽之事 吴幻承认了月明是他所杀 他笑四大真神被他戏耍的团团转自相残杀 上古想起当年是他带吴幻回朝圣殿的 月明也悉心教导着吴幻 他不明白吴幻怎么下得了狠手 吴幻只到自己永远只是凤燕的代替品 白绝坦白告诉吴幻 当年上古带吴幻进朝圣殿便知晓了凤燕跟吴夕隐居一事 他从没有想过让凤燕代替吴幻 一切只不过是吴幻一人的多想 吴幻直呼不可能 三手火龙也招任了有关吴幻的一切罪行 上古当场下令 他身为混沌主神 决定三日后亲自将吴幻斩于青龙台上 以凭苍生之怒 吴幻怒斥天道不公 他提起了后池为一己私欲道三界之宝之事 三界众人皆知后池只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他却不自知 天启不愿让上古知晓后池之事 上古却坦言告诉吴幻 三界之宝皆是由他混沌灵力而生 他若想要便担不起一个道字 至于其他知识无论他知与不知 都容不得他人智慧 众先与众神离开 上古独留了白绝一人 上古问起白绝自己失忆的原因 他作为主神醒来之后 就连锦昭跟吴幻都可以随意羞辱嘲笑他 白绝坦言称吴幻口中之人并非上古 而是后池 上古对后池之事已经了解了七七八八 白绝自知自己对不起后池 他愿背负一切骂名 永不回神界 听着白绝的话 上古也赌气以上古之神名义向祖神启示 他永生永世不爱白绝 不恨白绝 只愿永生陌路 再无相见之妻 看着上古离开的背影 白绝心痛难忍 却深知自己只能断情绝爱 才能让日后的上古心里好受一点 上古想知道他出酒忧之后究竟经历什么 天启只到他并没有经历过不清楚 二人都瞒着上古 只想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上古已经心神俱疲 也没有再追究此事 只回了青池宫 妖族内 森宇因紧见的死而心底愧疚 长庆陪在了森宇身边 只让森宇慢慢来 未来的路还很长 目光前来见吴幻 他喜欢的一直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后 而是当年的小神是吴幻 纵然到如今 吴幻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 错的只是天命 只是神 目光对吴幻的感情置身 他上前抱了抱吴幻 无论吴幻有没有做错 他都认吴幻是他的妻子 随后 目光为吴幻前来求上古 上古因悦迷之死 不肯饶恕吴幻 目光只到他这一生当断不断 忠诚大错 如今终于可以做一件 他六万年前就该做之事 目光敲响神界中古 他公布了自身的过错 愿以身化石龙来忏悔 永阁先妖两地 互万世太平 凤凰凤然 公平公正 乃执掌地位最佳人选 他愿将为传于凤然 指望众倾家继续辅佐凤然 拥护三界基业 目光所做的一切 令吴幻感到痛苦难过 终究是六万载夫妻 他对目光的情早 在不知不觉中存在 如今目光化石龙 留给他的只不过是片虚幻的龙龄 随后 锦阳前来向吴幻道别 他准备离开天宫 来忏悔自己的过错 吴幻道如今还认为自己没错 他让锦阳要去一征天地之位 锦阳只到自己并无颜面去征 他准备用毕生修为 只怕往后再难相见 任凭吴幻如何挽留 锦阳都毫不犹豫 留开了天宫 青龙台上 上古准备与吴幻做的了断 当年是他带吴幻回朝圣殿 才有了如今的一切罪孽 如今他亲手收了吴幻的凤族血脉 从此吴幻非人 非仙 非妖亦非魔 他历经各种病痛 却永不如轮回 受永生孤寂之苦 见上古对吴幻如今很绝 锦招诅咒上古永世不得所爱 也尝一尝这万年孤寂之苦 上古只独自离开了青龙台 并未与锦招多作纠缠 罗刹阵地 上古前来见凤冉 只见森宇在锦剑所示之地许下承诺 他此生绝不会再让应生古有响起之日 两族必和睦共处 若他有为此事 他亲自下去向锦剑请罪 上古准备回神界 他将仙界交给凤冉 如今仙妖不平 他认为凤冉必能担起大任 待日后两族和睦共处 他便让凤冉来去自辩 天启前来见白绝 白绝早已经将苍穹之境 所有灵力注入到太苍江上面 再加上天启与上古修为 二人足以打开神界大门 随后 天启将当年青木送后池的小犬带出来 这小犬便是红日的一丝残魂所化 天启让红日陪着白绝万年孤寂 同时他也想让白绝赴节前多陪陪元启 元启一直想要一件 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兵器 天启将此事交给了白绝 让白绝完成元启一直以来的梦想 白绝随着天启前来见元启 他将自己对元启的爱道出 他之所以将元启留在青池宫 是为了元启的安全 身为元启的父神 白绝将死的含义交给了元启 悉心教导着元启 还带着元启到人间游玩 白绝对元启在人间的喜好都了如指掌 元启向来聪慧 他想起凤冉从不承认带他推开九之士 也猜到了先前带他到人间游玩的凤冉是白绝所化 故解开的心结 跟白绝好好的玩了一趟 还收了白绝为他打造的法器 法器虽是一把普通的陶木剑 却负了白绝半生的灵力修为 令元启开心不已 一日光阴一晃而过 白绝带着元启回到青池宫 与元启到了别 元启不知白绝此去无归期 只盼着白绝早日归来 后鼓励六万五百六十九年 九月初时 主神归位 三界重享太平 神界已开 众仙与众神都恭迎混沌主神归位 历经六万年 神界终于再度重开 天启与上谷带着元启来到乾坤台 乾坤台上智阳带着众神 用灵力默默支撑着整个神界 他们陷入了六万年的沉睡 终于一切已经恢复如常 他们回家了 上谷回到神界许久 他在梦中梦到了白绝 白绝在梦中亲吻了上谷 让上谷日后莫要再想他 要好好照顾自己 看着眼前的上谷 白绝心中万般不舍 却也深知他已到了与上谷绝别的时刻 随后 白绝独自来到九幽 他六万年前忍受本源撕裂之苦 只为了如今的应节 为了上谷 他无怨无悔 上谷在神界醒来 元启前来寻上谷 称白绝送他的黑钥匙手链忽然裂开 上谷一见黑钥匙手链 便译起了所有的往事 天启在这时也来到二人身边 让元启朝渊岭沼泽的方面 给白绝磕个头 得知了所有的往事 上谷已猜到了白绝所做之事 白绝从未为他断过情 只一心想为他应节 让他好好活着 随后 上谷独自一人来到渊岭沼泽 可白绝的神魂已散 他泪流满面 忍受着追星之痛 白绝已为他挡了混沌之劫 离他而去 青池宫中万年孤寂 北海深处千年冰封 青龙台上错谷焚身 上谷不明白白绝为何为他做了千千万万件事 就舍得独留他一人在世间 三年后 天启接手了神界事物 智阳倒是乐得清闲 只终日闲饮酒 如今元启已出长城 智阳与天启商量一番 决定将元启送往东华那里拜世学艺 白绝已经离开了三年 智阳带着元启前看一看白绝最后离开的地方 白绝是火神 他离开后便冰天雪地 在无晴朗之日 智阳深知乾坤台上总会再诞生新的火神 接替白绝之位 智阳与元启遇到了上谷 上谷在渊岭沼泽已经守了几年 智阳劝说上谷放下心中之劫 白绝花了六万年时间为上谷重聚神魂 又怎会希望上谷为他一直独守渊岭沼泽 妖界 长庆决定离开森宇妖族 前往人间走一趟 森宇看着眼前的长庆万分不舍 长庆只到错过的事情便已经是错过了 错过了又何尝不是一种圆满 虔诚未许 他只希望森宇能够保重自己 而吴幻则是神志不清地承受着他该承受的一切过错代价 上谷前来参加凤染在吴统林举办的大会 他在外边见到了有着白绝之躯的仙君 心底颇为意外 这仙君体内的白凤神石便是井剑所寄养的 古往今来 未曾有用过兵解之法还能留有一线生机的 凤染得知此事后 他着急想知道究竟是何人 上谷知晓凤染心急 只让凤染好生等待 来日井剑重建身躯时便会一一告诉凤染 神剑内 红日翻到了月迷昔日为天启埋下的酒 天启响起往事 他深知月迷为他的付出至深 不决定戒酒 从此后弃情绝爱 终生不再动情 而后 红日前来将镇魂塔交还给上谷 三年前白绝将镇魂塔为古君之用 命红日到北海将塔中的古君园神运养好 如今古君园神已养好 红日应曰将镇魂塔归还 白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为了上谷 上谷因白绝一人的离开而落泪大哭 红日却一心笃定白绝还有再归来之时 上谷听后 他知晓白绝不信天命 故他也决心再为白绝赌一次天命 上谷来到乾坤台上 他愿常跪不起 只求祖神将白绝归还于他 他愿以命换命 见上谷来求祖神 天启与智阳君为一探 凡人不顺才寄托于求神拜佛 可他们是真神 上谷这样一直跪根本没用 二人上前劝说上谷 上谷却心意已决 独跪于乾坤台五百年 五百年后 元启准备前往大泽府学义 他前来跟上谷道别 上谷依旧常跪乾坤台 哪怕乾坤台没有祖神的事宜 上谷依旧心意不改 上谷的心意终是令乾坤台有一响 新的火神即将诞生 天启与智阳前来见新的火神 新的火神不是别人 正是白绝 看着眼前在眉眼依旧的白绝 上谷之飞奔向前 扑进了白绝的怀中 他终于是等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归来 二人终成眷属